自2015年中企业盈利转为负面之后 华尔街已经开始思考 这只是暂时性现象 还是释放出一更糟糕的信号 历史表明后者的可能性极大 假如以史为鉴 美国陷入衰退概率恐高达81% 大家好 今天是2月26日星期五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据摩根大通分析师 在分析115年之后的记录之后发现 季度收益连续下降之后 衰退的概率高达81% 更糟糕的消息还在后头 剩下的19%的时间经济衰退 在货币或财政刺激之下才得以避免 当前美联储宽松选项有限 且华盛顿阻挠财政刺激 政策刺激前景并不像好 这一警告发出之际 股市正徘徊在校正领域附近 而经济形势也参差不齐 花旗集团本周警告称 尽管周四的耐用品订单数据 显示制造业可能正在摆脱萎缩阶段 但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不断升级 美联储官员近期一直在谈论衰退风险 如消费不回升 且美元不进一步贬值 我们将看到美国企业收益衰退的风险不断上升 摩根大通股票策略团队在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 尽管问题层出不穷 但摩根大通仍认为 今年陷入衰退的几率仅为三分之一 不过这一概率看似正不断攀升 该行指出衡量经济活动的定性宏观指标显示 未来几个月周期仍在收缩 定性宏观指标位于当前水平 暗示着熊市的概率为34% 如4次数据过低将导致标准托尔500指数自高位 暴跌35% 因此摩根大通建议改变持仓 在所谓的相当独特的背景下 该行提倡在动力和价值之间寻求平衡 关注新兴市场和商品挂钩的股票 以及跨国公司和红利情况 其还建议持有少量科技和医疗保健股 该行在报告中指出 在经济增速未能大幅增长 或美元不大幅走弱的情形下 生产率低迷 劳动力市场收紧 工资上涨 以及信贷成本增加 都可能导致收益压缩加剧 此外当前6.6年周期 似乎患有老年性退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